黃黑白球隊配色的啦啦隊進歌熱舞 宣告新北國王正式成軍 芝蘭PLUS LEAGUE將在12月4號開打 除了台北富邦勇士 桃園領航員 新竹街口工程師 富爾摩沙 台新夢想家 還有高雄鋼鐵人外 這回新成立的新北國王隊成員更是來勢洶洶 一些比較資深的球員 包含像楊敬明 戴維斯 還有一些正在巔峰的一些球員 我們認為在這個整個組成上面 我們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球隊 阿美戰士楊敬敏 規劃台灣的戴維斯 還有紅之扇等等 都是中華隊的老班底 老中青三代的堅強陣容 剛成軍就誓言要把冠軍留在新北 我們覺得新北市有410萬的這個殖民 我們覺得每一位都是國王 每一位都是皇后 我們想要有這個籃球隊 用這個籃球隊來激勵每一位 在他們自己的崗位上能夠稱王 緊接著11月6號7號新莊體育館的熱身賽 壓軸就是上季冠軍台北富邦對上新北國王 將上演球迷最期待的雙倍大戰 請你加入這個隊伍的女生 要在這個隊伍的顧客 你想要跟他們說什麼嗎 女生是粉絲 我的重點是在球隊 但對所有的粉絲 謝謝你支持我 而台法混血帥哥射手張文平 貨別三年重返台灣籃壇 對於渴望主打快速球風的新北國王 可說是如虎添翼 也替新賽季新球隊多了些討論話題 TVS新聞報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S 請支持TVS 感谢观看